政府允许电商领域在行管令期间如常运作 但是首度假动一家家电 一名家电零件电商业者却被人多次举报为例运作 警方两度上门视察 虽然确认施主没有为例 但是生意进度却因此被拖慢 不少顾客取消订单 施主不止损失了时间和材料 连名誉也受损 施主怀疑是有人基于过往的私人恩怨而故意报假案 不仅如此 还有人偷拍他们的住家和工作情况 让施主深感生活和工作严重被打扰 网购服务在行管令期间备受依赖 这个月初开跑的全面大封锁 也允许电商不分种类百分百如常运作 假动售卖家电零件的邮家方 把工作地点从工厂转移到住家 以便继续服务大众 不料这个月6号警方突然找上门 表示接获他们为例运作的投报 施主出示贸工部和网购平台发出的信函 施主透露警方每次上门 他们必须停工一到三个小时和警方交涉 以至于无法尽快出货 不少顾客因此取消订单 不止白费了包装的材料 以及运在包裹到快递中心的时间和车友费 更糟糕的是名誉严重受损 我店的名誉每次人家 好像你上网买东西 你快的话 你快到你的家 你 rating不是五星 现在如果人家全部慢 我全部一星 我店的损失 我店的名誉 我店的名誉 这个是最重要的 因为他们很辛苦才弄到五星的 就是因为辞 变了三星一星 所以我觉得很不公平 对一个年轻人在创业的时候 除了无故被投诉 已至警方上门 施主这个月9号还发现 住在同个花园的两母子 竟然偷偷躲在他的住家附近 偷拍他们的工作情况 家人深感生活被打扰 更担心发生不愉快事件 已经报警备案 施主怀疑是曾经和他有过节 来自同个社区的人 基于私人恩怨 而故意报夹案对付他 陪同召开记者会的行动党直辖区 公共投诉局主任尤家豪强调 大封锁期间生活艰难 民众应该互相包容 尤其邻里之间更要体谅 如果有任何不满 应该先好好沟通 而不是还没有查证 就报警打击他人的生意